无论什么车辆反光镜检查车底 盛防危害物品 因为iPad预讳国家元首代表团即将抵达 TBS抢身进入我国与越南下榻的雅典娜饭店 饭店入口拉紧红龙动线 架起两座安检门 过了安检门还要站上检查台 全身在被金属探测器扫描一番 他们都是主办国或代表团的官员与幕僚 事件所及超过10名警察 这座饭店布局我国跟越南入住 习近平也会来 后面背板写着是iPad CEO的高峰会 习近平受要在明天傍晚来这边做演讲 而差不多同个时间 我们的代表张忠萌也会抵达这里 这是他的下榻饭店 而这时我们的侨胞会在这一楼大厅 挥我们的国企迎接他 所以到时候为安是备受关注 目前表定张忠萌在泰国时间 17号下午5点15分抵达饭店 而5点45分到6点15分 是习近平在这演说 前后相聚只有半小时 绝对不会就是说发生所谓的 什么时间他撞在一起 什么被安排的 没有这回事 完全没有这回事 也没有这样的居心 也没有这样的意图 国国就在代表保证 不会被搞小动作 甚至不期而遇的几率是零 这句话仿佛透露两岸不投机 一句话都嫌多 或许只是APP领袖会议大合照桥段 或是闭门不公开时 才有机会顺势问声好 TVBS新闻 崔壮群 陈入文 泰国曼谷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